音乐 先要看的是斜向抛体 它在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爆炸碎裂 然后这些碎片它的执行位置的分析 我们会用两种不同的情境来做说明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情况 在忽略空气阻力的情况下 然后中力加速是每秒每秒10公尺 如果炮弹是以斜向37度的仰角 以每秒50公尺的粗速抛出 在最高点的时候 碎层两个质量比为2比1的碎块 并且这两个碎块是同时落地 那说这两片的落点和原炮弹发射点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也就是在这个平面抛射的过程中 它们都维持在同一个平面 那其中大块的落点 位在发射点相距220公尺的地方 问题是小片的落点跟发射点距离多少公尺 好这是题目 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这个斜向抛射的东西 如果它在没有爆炸的这个情况下 它的运动的情况我们是可以掌握的 好我们之所以会先这样处理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知道爆裂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内力 好所以内力并不会影响直心的运动 也就是我们可以用原来没有爆裂的时候的这个轨迹来描述 直心的运动 好那因为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情况是 两个碎块是同时落地 它为什么可以同时落地 因为它在最高点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其实只有水平的速度 那原始的 这有一点用到后面动量守合的概念 那原来它其实只有水平方向的运动量 好所以爆裂之后 它如果要同时落地 根据我们之前对水平抛射运动的理解 不管你的水平抛射速度是多少 好那这些都会在运动方向上有相同的自由落体 好就是走相同的这个高度掉到地面 因此所有的水平抛射都是花费相同的时间 所以它们都是同时着地的 好那这两个碎块着地的瞬间 事实上它们直心也就落地了 好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在它们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那直心 只受到重力作用 并没有受到其他的力作用 所以这个直心的轨迹就会是沿着原来 没有爆炸的时候的同一个抛物线行径 好所以我们因此可以知道这个灰色的这条线 事实上就是它的直心的轨迹 好那同时我们也会知道说因为它是同时的时间爆炸 然后同时着地 好因此在 某个时刻 这个碎片应该会是达到同样的水平高度 然后随时都跟这个直心 就是原来的未爆炸的时候这个轨迹 维持 跟质量成反比的距离 所以如果它质量是2比1的话 那它的距离比应该就会是1比2 好那落地的时候也是 这个距离比会是1比2 好这是我们先了解这个情况 那于是我们就先来算一下 一些比较重要时间点它的一些相关 参数 好首先它的初始速度水平速度应该是根据 5比4比3这样子三小型的规则 水平速度应该是每秒40公尺 牵直速度应该是每秒30公尺 好所以它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计时为0 然后并且把这个点当做x座标是等于0的地方 然后飞到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最后末速是0 牵直方向末速是0 可以算出来这个时间应该是3秒 也就是说 完成一个斜向抛射落地 它 花费的时间是6秒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飞到最高点的时候 水平 运动 运动的距离是 40乘上3秒 等于120公尺 然后到了落地的时候 这个执行的位置即将会出现在 40乘上6 等于240公尺的地方 好 那题目是说 大片的落点跟发射点相距220公尺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 大片的因为它惯性相对比较大 所以它就是落在比较靠近落点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小片的会飞得比较远 它们的质量比是 2比1 那我们在这边就写成 3分之6m 和3分之m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 它的质量反比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列出来 大片的落点跟执行的位置是距离 可以算出来是 240减掉220 那距此可以算出这个L 就是小片的跟执行的距离 可以算出来是40 好那题目是问你说 那小片的落点跟发射点的距离 所以就是我们题目中所看到的这个 D这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应该是 水平射程240 再加上多出来的这个L 所以加起来应该是280公尺 这是这一题的其中一种可能 我请大家思考一下 因为你如果从比较严谨的逻辑来想 他有说大片的落点 位在与发射点相距为 220公尺的地方 那我们只知道说 这两个碎片它其实应该只有水平速度 在最高点爆炸之后 应该只具有水平速度 可是这个爆炸其实是一个 化学能转出动能的过程 那你不能确定说爆炸之后 它的方向在哪里 但题目其实只有告诉你说 他们是在 同一条曲线上 或者我们该延伸说 他应该是 整个 凹雾面 应该都是一个平面 在同个平面上 好 那我们很自然可能会觉得说 这些碎片应该是往这个飞行的方向 原来飞行方向去 飞散 可是其实这不一定 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 他事实上也跟这个 抛点是距离220公尺 可是他有可能这个碎块是往 跟原来飞行的方向相反 这个方向是飞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大块的 这个 三分之二m的这个 质量 他应该还是跟 原来的抛点是距离220 然后他们的 执心应该还是位在 原来这个落点 就是240公尺这个地方 好所以你可以先算出来 这个时候 你的大块的 跟这个执心的位置距离 应该是 220加上240 所以另外一个碎块应该会是跟 这个 执心的位置 距离更遥远的地方 因为他质量比较小 所以 根据这个 与执心距离 和质量乘反比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列出第2个这个情况 那这个情况 你可以求出来的lpr 答案会是 920公尺 那题目还是要问你说 然后小片的落点 跟发射点的距离 所以这个发射点的距离 发射点的位置在这里 那小块的 这个 跟 直星的距离 我们可以把它设为叫做lpr 你可以感受一下他 他应该是飞得更远 因为这个大块的已经 飞往反方向 所以小块的应该是 飞更远的方向 那这lpr 算出来是920 所以呢 你再加上240这个水平射程 你就会得到跟 原来跑点的这个距离 应该会是 10加上240 会等于 1160公尺 这是我们这一题 比较困难的可能是想到第2种可能性 但是就以逻辑来说 他的发生事也是有可能的 这是在 两个碎块 同时着地且在 都在同一条直线上的 这种情境 在下面这个情况是 重力加速度一样是每秒每秒10公尺 然后呢 他的 阳角是45公尺 斜上抛射 初始速度是每秒 50跟号2公尺 然后向东方 包射 所以我们 包射的这个方向应该是东方 那在最高点一样是在最高点 爆炸成质量为1比3的加以两个碎块 所以甲的质量应该是 3分 4分之m 那以的质量我们可以写成叫做4分之3m 然后两个一样是同时着地 但是 甲碎块 他的落点 是离原抛射点 东偏南 如果这个是东 我们这个通常在一个抛物面上面 我们说他是 测试的图 你从侧边去看 落点 这个碎片他不再是 沿着原来的 平面的抛射 不是了 他事实上会多出南北方向的这个 速度 所以他会有 偏南的这个速度分量 因此他落地的时候他是位在 跟东西方向夹三七度角的这个方位上 然后距离是 625公尺 这个距离是指跟圆抛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距离是 625公尺 然后他问你下列叙述哪些正确 首先我们先就原来 再没有受到 爆炸影响的这个 执行的轨迹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计算 他是从这个 时间为0 我们就把他东西方向的这个 这个平面 设为 x轴 然后 抛到最高点 这个因为仰角是45度 所以水平跟千值的出速分量都是每秒50公尺 我们可以据这个 他最后千值方向末速是0 我们可以算出来 他的 飞到最高点的时间是5秒 也就是全程飞完执行落地的时间 应该会是 10秒的时间 所以到落地的这个时间点是10秒 好 那 题目有说 以碎片 毕竟他是说同时着地 所以同样的情况 两片同时着地 因此他的执行也在 两个碎块着地的时候也着地了 因为这个执行会落在两个碎块连线的中间某个点 好 所以呢 他落地的时间应该是10秒 从 执行落地的时间 等同于 这个炮弹在没有爆炸的时候的 落地点 这个时间是10秒 我们可以推论 事实上这个 跟 执行同时落地的加以碎块 他应该是在 抛射后 而不是爆炸后10秒 所以A选项错误是在于 他应该是在 抛射后10秒 落地 这个才是正确的 接下来他说以碎片落于 离原抛点 东偏北 他应该是偏北的 因为我们从俯视图看出来 就是在最高点的时候 他在爆炸 应该 一个碎片往南 另外一个碎片应该就往北 所以我们从正上方俯视的时候 应该会有个碎片是往北的方向有个速度 他应该是多少能力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计算他原来的 没有爆炸的时候炮弹的轨迹 这样就是可以用这个落体 你可以用后半段来算 对称 再根据这个抛物线对称的特性 他应该是1 2 gt 平方 那t 就是5秒 你可以算出来他的 h 就最大高度 应该是125公尺 所以呢 c选项是错的 因为最高点离地应该是125公尺才对 那 接下来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水平射程是 500公尺 所以这 这一段是500公尺 这个是抛点 就是这个位置 那刚才有说就是甲落地的时候 他的 跟抛点的距离是 625公尺 那你经过这两个甲角以及他的 距离你可以发现 以我们看到现在画面中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那你应该会发现说 他应该是 一个 斜边是5 然后长谷是4 4 因此这边应该是3 3的话应该是100 应该是375公尺 那这样子 你又知道甲的质量是 乙的 1比3倍 所以他跟这个 原来落点 直星的这个位置 他的距离应该是 3比1 因为乙是比较重的 所以这1应该算出来会是 125 因此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乙这个碎块 他落地的时候 应该是在 125公尺的地方 那么 甲跟乙的距离 应该就会是 125 加上375 没有错 就是500公尺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猪选项 那1选项呢 他问说 甲乙两个碎片的 直星相距 原抛射点 是500公尺 这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就是在问水平射程 那么回头来检查一下 B选项 B选项说 请问他这个 以落地的这个方位 跟原抛点相较之下 他是东偏北的53度吗 经过我们检查并不是的 因为他是一个 这里是 4比1 这样子的直角三角形 这个夹角不会是53度 这个角角是phi 他并不是53度 好 所以 B选项是错误的 这两个 抛物线的 在过程中爆裂的问题 差异至在于 上面这个题目他是在同一个抛射平面 就所有碎片都维持在同一个抛射平面 但是下面这个他其实在 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 他在最高点的时候 在另外一个垂直的方向上产生的速度 事实上 我们这隐含了我们下一个主题 我们下一个主题会谈到 序上的爆炸是一个内力 这个方向上 就是在 水平的这个平面上 他并没有受其他外力作用 应该是要遵守动量守恒 如果你有下一个单元动量守恒的观念的话 你会更清楚 他如果是往 南方向 飞散 必定另外一个碎片会有向北的这个动量 或者是我们从 之前短讲里面提到的 从直心观点来看 各碎片相对于直心的内动量是零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碎片是往南飞 那他 一定会有向北的速度分量 这就是我们这一题所要介绍的 比较深入的这个观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